现代人工作时间长,压力偏高,过度精致不健康的饮食 久坐扫动,养成不健康的生活形态 根据110年成人健检受检者资料发现 自称没有高血压、糖尿病、心脏病等病史民众 在受检后异常结果比例近高达四分之一 像是48岁的林先生,就是因为做了成人健康检查 才发现自己是代谢症候群 就是我们的健康中心呢,他有打一通电话 请我去做我们的成人健康检查 那我就去,也很方便啦,我去我家附近的诊所就可以做这个检查 那经过医生的一个评估报告,他跟我解释之后呢 我才发现,我腰围太粗了,一点点体重比较重 然后呢,血压跟我们的血糖还有那个血脂都在标准之以上这样子 那经过我们的卫教团队就是这样的 我们的卫教团队他有提醒我一些生活作息要改善 然后一些饮食要改善的部分 那过过这样的部分,我的血压跟我的血糖都获得很好的一个控制 那我现在生活品质的部分也获得一个很好的一个改善这样子 那我是觉得透过这次的经验,我真的觉得我们10岁到64岁的民众 我们真的可以多利用这样的一个免费健康检查的机会 那提出要整合自己的健康状况这样子 我们不是验完之后就不管哦 我们可以先接到基层院所专属的一个代谢症候群防治计划 我们会用专案管理的方式 有专门的医师跟你坐下来 客制化的告诉你 你的慢性疾病风险是什么状况 那我们会贯同的设定你的努力目标 比如说我们的血压要降到多少 我们的体重要降到多少 那我们过了一年之内 会再重新在rechange你的这些异常的指数 有没有回到正常 那我们也会知道你要怎么做 怎么戒烟,怎么戒酒,怎么运动 怎么样健康的饮食等等 用更积极的方式 在慢性疾病发生之前 就提前来跟民众一起去对抗这样子的一个健康的风险因子 代谢症候群五大指标危险因子 只要符合其中三项即为代谢症候群 维持健康生活形态就是预防关键 呃代谢症候群的危险因子呢 就是包含了我们手板上的这五项 呃就是要为过出血压,饭前血糖,三酸甘油脂偏高 以及高密度质蛋白胆固存的不足 那这五项的危险因子当中呢 如果有符合三项那就是代谢症候群 那它初期的症状通常是不明显 不过我们可以通过定期的健康检查 来了解这些伤关的数值是不是有异常 那但是很可惜的是在统计显示上面 我们大安区有七成的民众 其实还没有利用这个成人的预防保险 那在大安区其实有44家的院所 它是可以提供这项服务的 那另外更有21家的院所 他们加入了全民健康保险代谢症候群的计划 那这个计划里面有一群专业的医师 他们可以跟民众一同找出 影响自己健康的危险因子 然后一起去进行这些危险因子的管理 一旦得到代谢症候群 未来罹患糖尿病几率是一般人的六倍 罹患高血压几率多四倍 罹患心脏病及脑中风几率也多达两倍 呼吁民众善用免费健检服务 掌握自己的健康状况 记者林齐慧台北报道